好 回來了 好 一回家兄妹倆趕緊做家事 嘉儀跟雙胞胎哥哥嘉欣 在學校拿到好吃水果 總捨不得吃 送給你 這是什麼 水果 這是另外一家的 你為什麼沒吃 我吃飽了 你吃飽了 體貼媽媽的心兩人沒說出口 用行動表示 因為三個月前 媽媽車禍脊椎骨折 至今無法搬重物 有點 車禍 車禍 開刀嗎 兩個兄妹都一直在旁邊照顧 洗臉 刷牙 餵飯 不能動 有時候他們也說 媽媽你沒關係 我們會照顧你 親親是很感動 就想說這小孩子還是沒有白癢 來自湖南的媽媽 車禍前在工地打零工 整體工地帶回了 瓶瓶罐罐也由孩子們整理 知道父母賺錢不易 兩人很節儉 兩個都不會要求說要買什麼 從來都不會 你們要不要買新衣服 他講媽媽我們家衣服很多不用買 人家給我們的 喜悟愛悟的心 從嘉儀手上的舊手機 就可看出端倪 這是母親兩年多前淘汰的 嘉儀很珍惜 一下課就拿來拍身邊美景 他文靜沉穩 相較之下哥哥很活潑 嘉儀總得照顧他 簽單車 他自己都不簽 你為什麼幫他做 我要去了 他不去 所以就我簽了 別人說 你應該是姊姊才對我說錯 我是妹妹 可是你都幫他做事情 人家以為你是姊姊 那沒關係 他認為他是我哥 嘉儀獲得重建區慈濟獎學金 能自行選禮物 他竟然選 他就選了足球 我說你幹嘛選足球 他說你哥哥沒足球 兩人天天都參加 山林慈濟客輔班 妹妹的成熟體貼 總不經意感動著慈濟志工 有一天呢 他的哥哥嘉儀就問我說 師姑啊 你每天下午都要來喔 用表情就讓我覺得說 他很心疼我們每天都來 然後家裡就跟他說 要謝謝師姑啊 所以家裡從哪裡表現出 謝謝師姑呢 他得到了全勤獎 獲獎了 家裡依然只想到 把榮耀獻給最愛的媽媽 媽媽平常照顧我們 我這次把獎學金給媽媽 然後我愛你 謝謝你 我要再去